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每一队参与释迦波时 都是用一种计算的形式 去看自己在很多场面的表现 结果我们很难预计每一队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虽然这句话我觉得也挺厉害 肯定有假波了 不用说了 刚刚你说到假波 最近有一个阴谋论 坊间那些师父和三姑六婆说 为什么看到现在这么多非洲队伍 南美队伍为什么全部输呢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球员收钱 因为球员收入又不高 或者其实踢球而已 我们也打算赚钱要生存 所以就是说输了球员本身 其实某些球员可能收钱 令整个球员的表现 和原本我们期望表现的很大落差 阿榮你怎么看这些市井阴谋论呢 首先有一件事就是不要当 所有赛果和你预料中有大的出入 就是一定是假波 这样说就未必很公道 那是不是陆后国家 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球队 会有因打假波呢 法国和意大利已经输了 不知道 如果有人看那本书 叫The Fixed 就是说国际足球的赌波网络 或者假波的问题 其实你看到很多人会讨论一件事 其实很多球员 世界杯大部分都在西欧一流的球队踢球 那还有什么日本人去打假波呢 其实很有趣的是 他可能在未成名之前 已经被一些赌波网络 操纵了影响了 可能好像我们看的那些港产片 很多是你以前做下去的事情 你身不由己 都要继续去踩到一个坎道 可能是这样的事情 譬如那本书就讲一下加纳 2006年是不是有两场是假波呢 就是16强 为什么会整场禁着巴西尼达 但是所有球都射去看台 接着三比零 这样一些很可疑的事情 譬如你今年有看到 加纳当然是 绝对是 譬如今年赫麦龙对日本那场 也是很可疑的 第二场对丹麦 就会变成另一队波呢 这个赫麦龙 其实也是一些很古怪的事情 我讲回假波 有两种假波 当然以前也有为钱做假波 以前真的会有同种族 或者是同一个政治阵营 去让波 举个例子 1982年 这个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 一名金人 第一场已经赶了西德 西德 西德那时候很威风 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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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 因为为什么呢 到最后那场 只有一个赛国 我忘记了1比1 一比零,西德贏一比零,才可以 游泳出局,他真的做了出來,這個很明顯 就是種族,現在我們說的是什麼呢? 是錢,萬能的錢,是 陳世間最大的宗教,是不是? 阿哥,我告訴你,做法是非常容易的 很簡單,中堅,包合勢已經夠了 是不是?再不行,擺烏龍 擺烏龍太可疑,踢人十二馬,你怎麼搞呢? 是可以做的,你不需要承對做 你說承對做已經很難,一個中堅,一個龍門 一個中場,一個前鋒就搞定了,你買了四個 其中一個,所謂足球的最基本理論就是一條脊骨 你買了那四個人,你真的想發達都難,對不對? 你看到的,有嗎?捉假球,你說阿榮 你說,一聽完賽果就說假球 是謊言,但是你看到的,你看到 你看巴西,卡卡 這個鍋賓奴,那一堆前鋒,沒拿過那一堆前鋒 那一堆前鋒,很過命,卡卡 2004年就是拿過的,不是 2002年拿過的,但是他出了一場很短時間 所以這個嚴格來說不是他,等於 這個1994年,這個朗拿道 是去過美國,但是沒有出過場 也有獎牌,諾賓奴和卡卡 就很想拿過那一堆,著火 一出來就吵架打架 這個基拔徒斯華 祖安 美奴 他應該有火的,我很懷疑他收了錢 是不是,完全不是那回事 他看到的,不是開玩笑的 是看到的,這個 萊斯奧不知道有沒有收 老實講,輸過那個波 好,正上一球都怎樣 會這樣,Julius Caesar 一定叫了我的,是不是 他還要吞了,撞到那門 結果頂入了 你可以說,他有沒有搞得這麼正 我哥哥,他為什麼搞得這麼正 頂入就入了,頂不入就頂出來 另一個射入一樣 是不是,你根本看到的 有一個波名,其實上街 法國對巴西出局也是一樣 卡卡 就很春薄,也是很春薄 朗拿道就不薄,看到的 卡路士還綁鞋帶 哥哥,你是騙不到我們對眼 你說有沒有證據百分之一百 等於民主黨一樣 我怎麼知道百分之一百 你有沒有丟臉跟共產黨談 你解釋的,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是沒有可能的,以尾路的波 上半球到下半球,兩個人 他又不是傷 又不是有指示 又不是沒有技術 又不是沒有體力,怎麼踢成這樣 哥哥,可以踢出勾勢 他踢出一個球 你說有失,有失 你可不可以失45分鐘 很簡單的道理 前方很薄,卡卡看著他 整場的轉捩點其中一個 就是上半球30分鐘 卡卡那個波,兩個都很薄 諾濱在左邊搞了幾個 他完全射那波不進 這樣就夠時間了 因為老實說,你多好球 你都不可以不停創造機會 尤其是有奸細 怎麼搞 我說有假球 其實我以前都不喜歡說有假球 有假球之後看球沒有落水 但我沒有辦法欺騙我自己 我覺得真的有假球 我不用看其他書 我覺得真的有假球 是吧 沒有辦法 會否刻意看球時 有否留意 會否某隊真的打假球 找某些球員疑似做假球 我覺得巴西對學 有人打假球 我未必完全認同 我告訴你 其實巴西真的沒有欺騙你 巴西頓 第一場 二比一對北韓那場 一定是假 為甚麼 我不是事後恐明 巴西隊完全不壓迫北韓 不會第一時間跟他一起拍的 你看看他對其他隊 即贏第二場 就是串力拍的 對智利那場是打得最好的 就是串力拍 是完全拿球 拿不到的 對北韓好像扔大小 你拿好球 沒有 拿好球 喂 那個牽涉到整個 看法問題 你多餘 為甚麼他要看得那麼辛苦 如果贏了三比零 我就回家睡覺 為甚麼搞二比零 還被人射一球 你是解釋不到的 我跟著馬上說 我真的親口說 我和我所有認識的人 下一場 北韓必輸三球以上 對任何一隊球隊 又不用高球 你明知北韓最差的高球 對希臘 那場Friendly我去看 兩球球都是掉下去 一球就頂入 一球就跌下來 中一腳射入 你巴西堂是不是盲 不知道用高球的嗎 他根本 假成是怎樣假呢 如果你賣球 那場球是輸盤 第二 還做了一個假象 所以第二場 很多人賣北韓 很多普通亞 二比一 普通亞有沒有資格贏他多球 就做個七球給你 阿哥 你滴這塊球 你這樣也看不到 你巴西堂 他說有就有了 次利那場 三比零 完全是次利拿球 踢得懶 你告訴我 為何贏我一球 對荷蘭 荷蘭現在這麼頑皮 拿球要繞個圈 你真是老實說 如果你不相信 我明天跟你拿果餅打來看 好 阿哥 好 這一節節目吃到這裡 吹雞了 下一節繼續 或者公道一點 給阿榮 去答辯 究竟是誰 我覺得真是假的 不是開玩笑 一這樣橫頭 一這樣橫頭 在他的中間